至高支牌第二季究竟有多高能 原来男主的黑桃2并不是罪菜的卡牌 而是所有收集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甚至为了守护这张卡牌 男主的家族更是因此惨遭毒手 可偏偏就在今天 恢复记忆的男主 却再次遇见了十年前杀死自己全家的仇人 原来就在几天之前 男主小队又接到了组织回收卡牌的任务 而捕捉对象正是红星杰克的持有者 因为他的能力是高速飞行 所以这次任务小队只能全员五人一起出动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他们选择了最刺激的高空跳伞 准备以尽可能的最低的成本将卡牌回收 原来就在几十年前的某天 卡牌一夜之间散落到了世界的各地 为了避免世间的平衡法则被破坏 所以国家秘密组建了名为 海卡尔的组织 从而在暗地里收集散落在王国各地的卡牌 可同样在收集卡牌的还有克伦代克家族 他们不仅杀死了王子 并且还在酝酿更恐怖的计划 而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也展开了行动 但是他们似乎又来晚了一步 没想到班克伦代克竟然又 一次地从他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这不禁让警长产生了怀疑 难道这次的搜查行动又被泄露了吗 然而就在小雀般为此感到愤怒时 墙上却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炸弹 而在另一边 男主回到了正在重建的孤儿院 院长终于对男主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原来当年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 一栋别墅发生了凶杀案 等消防人员赶到时 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 虽然现场没有发现一具一体残骸 但大家却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小男孩 不过因为惊吓过度 男孩似乎失去了有关案件的所有记忆 可直到他被送到孤儿院为止 手上都一直死死捏着黑桃2的卡牌 而那个男孩就是现在的男主 回去的路上 男主不断思索着记忆碎片里的武士 现在的他已经能百分百确定 那个家伙不仅是卡牌的拥有者 而且还能使用一种未知的力量 然而就在这时 克里斯却突然打来了电话 原来国家公园里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怪物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是卡牌拥有者 结果话音刚落 突然出现的怪物就一脚踩碎了屋顶 等克里斯反应过来时 才看清对方是一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人类 因为他的身手特别灵活 所以克里斯只能一边开枪一边保持距离 原来他就是红星6的拥有者动物园 眼看大家都是红星卡牌 克里斯也不打算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可对方却突然在这个时候改变了形态 结果仅是眨眼的功夫 克里斯就跟丢了目标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草丛又突然冒出了红光 还好 克里斯的反应足够迅速 最终还是一拳将其揍飞了数十米远 可就在他准备继续追击时 却没想心脏在这时产生了剧烈的疼痛 而他也是在这时才发现 刚才的攻击既然带有剧毒 原来这一切都是敌人设下的圈套 可男主刚赶到河边 结果就看见了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没想到噩梦里的黑武士 竟然就在河的对岸 他不仅秒杀了受化的卡牌持有者 而且还直接吃掉了红星6的卡牌 此时此刻 当年的义母仿佛就在眼前 男主背下的连连后退 恐怖的压迫感彻底让他开始不知所措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已经恢复伤势 的克里斯也赶到了这里 但武士似乎并不想放过两人 几天之后 小队越接到了组织回收卡牌的任务 而捕捉对象正是红星皮蛋的持有者 因为他的能力不仅是超音速移动 甚至还登上了热点时事新闻 变成了当地最有人气的超级英雄 所以为回收卡牌 增加了许多层面上的难度 眼下雷欧和其他人已经提前行动了 因此他们两个 现在必须要尽快赶过去才行 而在行动之前 内心总有一种不好预感的克里斯 还专门去医院看了自己的妹妹 但殊不知他的身体 已经即将到达极限了 而画面一转 克里斯已经和男主 来到了这次任务的目的地 这个地方不仅是曾 创造出52张卡牌的国家 而且有关创始人的传说也 一直吸引着许多虔诚的信徒 可殊不知 就在他们走过的路口 正好有几名信徒在对着石像祷告 也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 正在欺负漂亮妹妹的猛男 然而就在这两个家伙 争论着谁去英雄救美时 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结果红星皮蛋就被粉丝给包围了 不管男主他们喊得有多大声 这些粉丝的欢呼 总是会将他们的声音淹没 眼看不是办法 两人准备采取一些强硬手段 而在另一边的某个地下万米的深处 社长带着最信任的手下 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这里正是保存卡牌的地方 并且组织经过这几十年的不断搜寻 也已经成功追回了19张至高之牌 然而在另一边 追着红星皮蛋踪迹的克里斯 却又绕回到了一开始喷泉的位置 可就在他感到奇怪时 心脏却猛地疼痛了起来 然而巧合的是 红星皮蛋却不知再何时来到了他身后 原来只要这个城市的人有危险 红星皮蛋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边 克里斯本来想通知男主的 结果红星皮蛋还以为是粉丝要合照 拿着克里斯的手机就拍了起来 克里斯直接就被这操作给搞猛了 于是便掏出了卡牌 打算用武力的方法解决问题 可是红星皮蛋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别说是抓住他了 克里斯几乎连摸都摸不到 整个人都被这家伙耍得团团转 而且红星皮蛋并不打算交出卡牌 他准备利用这股力量 帮助这个世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而在另一边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却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袍的人 男主把他当成了这里的居民 于是便追了过去 打算问一问出去的方向 可只是看了男主一眼 男人就露出了邪魅的微笑 一路上男人都不怎么说话 看起来特别神秘 几乎就不搭力 一直在絮絮叨叨的男主 直到他们进入了一处阴影内 男人才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一脸严肃地告诉男主 有关卡牌的传说 全部被人歪曲了事实 根本就不是国王几起卡牌 拯救了世界 而是52位骑士用自己的鲜血 献计了卡牌 可是男主刚想问个清楚 结果男人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就在男主一脸不知所措时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看到大家都在这里 男主立刻分享了所有情报 可就在这时 威杰却发现克里斯的讯号 出现在了发生事故的大教堂 而在另一边 克里斯已经和红星皮蛋 赶到了发生事故的地方 他们利用卡牌的能力齐心协力 将被困在这里的所有平民都救了出去 就在他们疏散完所有人时 克里斯却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只猫 可红星皮蛋刚响过去 结果克里斯的脚下就发生了坍塌 然而等众人赶到这里时 才猛地发现 克里斯的伤口根本就没有自愈 甚至连红星舞的卡牌 也自动解除了能力 而克里斯自从伤势稳定下来后 他就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开心了 甚至还将自己的红星舞交给了男主 嘴上说是让男主帮忙保管几天 可实际上 却已经做好了离开大家的准备 而在另一边的雷欧 也已经被社长传唤到了总部 原来经过总部调查 现在的克里斯已经 不具备继续使用卡牌的资格了 因为他违反规定 强行使用X汉大导致救伤 无法恢复的前提下 心伤又不断增加 甚至还将妹妹的疾病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所以对组织来说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这种 愚蠢至极的人了 组织都已经将克里斯当做了弃子 就连雷欧娜身为社长的父亲 也根本不顾及雷欧的想法 在他眼中 凡是对组织没有利益的事物 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抹除 听到这里 雷欧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为了给克里斯留下 最后一丝丝的尊严 他大声地警告着父亲 自己并不是以组织的名义 开除克里斯的 而是以好朋友 兼队长的身份做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 男主也来到了总部 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 见一见社长 可是无论他怎么求情 接待员都始终不同意 没有预约的人上楼 就在男主死缠烂打的时候 却突然走来了一个 穿着紫色西装的怪人 而男主也是一眼 就看出了这个家伙绝对有问题 果不其然 就在他向前台 爆出自己的名字时 眼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立刻就发动了卡牌的能力 可是等他赶到电梯口的时候 西装男却恰好 从他的眼皮底下溜掉了 而且电梯 也偏偏在这时出现了故障 与此同时 包括温迪在内的所有成员 大家全部在第一时间赶往了总部 而在另一边 德雷欧他们 也收到了克伦代克家族袭击的消息 可是几人刚转过拐角 结果就遇到了克伦代克家族的泽农 还不等社长提醒众人 泽农就发动了袭击 等欧文醒来的时候 社长已经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他面前 可还不等欧文缓过神来 社长就突然让他把卡牌交给自己来保管 毕竟这是社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所以欧文也没有过多的询问原因 只见他随便来到了一扇门的旁边 原来欧文的能力叫艳红迷宫 不仅是一个连接着全国所有门的围堵空间 而且组织至今为止 找回的卡牌 全部都被保管在其中最深处的房间里 可是欧文才刚将箱子打开 原来真正的社长根本就没有走出幻象 甚至为了解除能力 只能通过疼痛来唤醒自己的感知 可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结果克伦代克就不知何时来到了他面前 而与此同时 男主也在走廊遇到了雷欧 可与男主看到的火灾不同的是 雷欧始终认为自己被埋在废墟里 两人开始互相指责 一个认为对方躺在地上不动 一个认为对方不伸手拉自己一把 只有最后赶来的维杰没有受影响 他看到的只有不断争吵的两人 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能力 分别在两人的身边里下了一颗种子 而在帮男主他们解除能力后 维杰便第一时间给温迪打去了电话 可是他还没来及向温迪说明敌人的能力 结果电梯就停了 泽农只是刮了刮玻璃 噪音就弄坏了温迪的电话 可就在温迪打算追上去的时候 于是在温迪的一路破坏下 泽农也一路跑到了大厦的天台上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结果就看到了一只守在这里的男主他们 腰刀控制下的温迪却突然对 着男主他们发动了无差别攻击 烟雾里却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老爷子及时赶到了这里 几天之后 从爆炸中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警长 悄悄找到了正在调查卡牌的小雀斑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彻底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所以便干脆将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原来早在20年前 警长就和克伦代克 以及嗨卡尔社长康斯坦丁成为了最要好朋友 虽然当时的克伦代克语 社长就读于同一所大学 但其实严格来说两人的交流并不算多 而真正让他们开始互相欣赏的契机 还要从一次社会名流举办的派对讲起 而克伦代克和社长康斯坦丁 也会经常因为长辈的关系被迫参加 不过他们两人都对这种派对没有兴趣 所以总是会在打发时间的时候聊上几句 也就在这时屋内突然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一时之间 走廊彻底陷入了一片混乱 原来不知为何 有一个蒙面的持枪劫匪闯入了派对 可殊不知这一切都在社长的预料中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有人在使用卡牌 而就在社长与男人周旋的时候 年轻时的警长也带着警员赶了过来 可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就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原来男人的卡牌是红星期 有着和变色龙一样的能力 不过这根本就难不到社长 因为他的方块皮蛋 拥有着可以看透一切事物的能力 于是在两人的配合下 隐身的男人成功献出了原形 可是他却紧接着就将枪口 对准了一旁手无寸铁的人质 虽然这成功让警长放弃了开枪 但社长却根本不在乎 可这时克伦代克却突然走了进来 虽然在克伦代克的帮助下 众人成功抓住了劫匪 但社长却想趁着这个机会回收掉他的卡牌 听到这么无理的要求 克伦代克当即就来了脾气 然而就在这时 年轻时的老爷子却走了过来 原来他获得了组织允许 克伦代克持有卡牌的批准 不过前提就是必须加入组织 并协助社长一起收回散落的卡牌 听到这里 克伦代克马上就答应了这个条件 于是自那之后 两人就组成了小队 并且凭借着默契的配合 在短时间内就为组织收集了不少卡牌 不过警长也没闲着 一直在暗中调查两人的行动 可他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很快就被社长给发现了 但是他们两个不仅没有为难警长 甚至还与警长达成协议 让他用警方的情报 换取调查卡牌的权利 久而久之 三人就变成了关系最要好的兄弟 而车行也变成了三人经常聚会的地方 因为只有在这里 他们才能不被当下的规矩所束缚 才能有勇气做回真正的自己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很久 因为一场不为人知的事件 让社长与克伦代克的关系产生了破裂 而克伦代克也从这天彻底走向了黑化 而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男主 也从老爷子口中得知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回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点点滴滴 他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医院 虽然依旧没有得到病房中的克里斯的回应 但男主还是在临走之前 将卡牌和孤儿院的感谢信放在了门口 因为对男主来说 如果没有卡牌 自己也就不会和他相遇 也就不会认识组织里的大家 更不会获得拯救孤儿院的机会 所以就算已经没了挽回的办法 自己也会一直在车行等他回家 然而在另一边的克伦代克 却突然说出了小丑牌的下落 听到这里的社长背下出了一身冷汗 但克伦代克不仅知道 甚至还发现了存放他的地方 原来克伦代克一直以来的目的 就是彻底摧毁可以控制 并封印所有卡牌的小丑牌 他要抹除掉王室队卡牌的所有限制 要让持有卡牌的所有玩家自由使用力量 并且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卡牌玩家 从今往后都必须获得平等的对待